静,是一个人的心态,为人沉稳而内敛,做事妥贴而实在。 静,是一个人的品质,对人平和而宽容,对事明白又冷静。 静,是一个人的善良,低调瑞士不张扬,通透懂事不张狂。 静,是一个人的豁达,处便不经不争执,灵魅不乱不躁斗。 静,是一种智慧,安定人的心魂,修炼人的素养,稳定人的情绪,磨炼人的睿智。 静,是一种沉淀,懂得必让,不随便参与斗争,懂得体量,不胡乱揣摩心意,愿意包容,不经意发生矛盾,知道心中,不随意口出望远。 静,是什么?是豁达,是放下,是坚持,是追求,放下尘世的喧嚣,与自己的心魂修离仲田,知道自己的目标,不被人的思想轻易左右。 静,在于的,一件事当时是一种想法,过后可能是另一种想法。 能静的人会忍,能忍的人不会因为冲动犯错,伤害了不该伤害的人。 静,在于物,有些人表面是一种作风,背后可能是另一种态度。 能静的人会看,不是用眼而是用心去体会,能悟出轻重远镜,为人急躁,亦被人看穿,做事而静,能得人赏识。 静是一个人的法导,可以化解愤怒的脾气,可以渐清内心的不安,可以改变思维的混乱。 其实,外边的人怎么对你,不是苦乐的根源,是作用者是你自己。 遇到问题,静一静,听到事情,醒一醒,不要太惊慌,不要想。 当然,安静时的决定,才是最正确的,但定中的选择,才是最热烈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